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那個部長 我們再請王部長 部長其實我現在要問你的問題 我剛才在財委會問過 那因為他們說這個上位政策是由經濟部 你們訂的那你們交辦的 所以他們就只好做了 因為執行的財稅的部分是財政部 所以他們就照這樣做 我要提到的這個很可能就演變成 21世紀科技版的木馬圖成計 就是經濟部這70年來 上位政策擬定的要保護玉龍 那這個玉龍汽車 我想全民多數都知道 大家有一個共識 我們保護了玉龍 那玉龍其實不怎麼長進 也就是說我們保護了這個阿斗70年 不曉得還要保護這個阿斗 還要保護多久 那現在很傷腦筋的是怎麼樣 玉龍藉著我們國家的保護 那區隔了所有的進口車 因為這些關稅貨物稅 他的免徵的這個部分 保障來玉龍 那玉龍如果說很長進 他如果把車子坐得很好 讓我們可以外銷 結果不是 他一步也外銷不出去 大概十年前吧 那時候就想說 讓他去進軍中國好了 好啦 進軍中國 結果呢 到三年前 他銷售率零煞雨而歸 欸 部長 我們要他去反攻大陸 他沒辦法 現在反而被中共利用 來募馬屠城 天啊 他利用我們對他的保護 比方說這兩年來 他引進了 中共早就買去的MZ 這個車座 我相信你們應該很清楚 MZ這個車總一進來 因為歐洲的車型 大家還不曉得 欸 因為低價的關係 國產車嘛 稅金的優惠 低價的關係 他賣得到好上百億 那部長 這很傷腦筋的喔 這用我們全民的血案錢 去保護他 保護了誰 掩護了誰 掩護了中共的車子 進到台灣 不打緊 下一個階段 現在MZ這個是油車 下個階段那就是 電 電動車啦 大家都曉得 現在全世界最火紅的電動車 那就是中國 像他們比亞迪 他們好多品牌啦 那他們價格也低 那麼他們打算 藉由育龍這個模式 那麼以零組件的方式 進來我們台灣 在台灣組裝 哎呀他變成國產車啦 天啊 這會造成我們國家 另類的國安危機 因為電動車 圖資的收集 他鏡頭收集的這個圖資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國家 這幾年來一直禁止 採購中共的無人機的原因 結果發生 哎 無人機進啊 現在他用電動車來 來收集你的圖資 怎麼辦 還有我們對自由世界 這些友邦們 他們 電動車也發展得很好 而且他們品質很好啊 我們對人家如何交代 因為我們用關稅 貨物稅 阻隔了他們 他們變成高價車輛 怎麼來跟這一些 在台灣組裝 但是中國零件 中國出口的車子 在台灣大行其道 搜刮我們台灣的車室資源 所以我認為部長 這個部分齁 今天時間有限 我希望你帶回去 好好的來檢討 跟各部會檢討這個問題 我簡單說明一下 那整車的部分的進口關稅 台灣確實是還在 但是整車在台灣組裝的部分 其實現在主要不是育龍 現在主要整車組裝是 包括Toyota 包括福特 他們在台灣組裝 那重點是在這個組裝的下面 Toyota 福特 沒有去引進中共的車手 沒有啊 但是這些車在台灣組裝 假設今天的這個關稅降下來的話 那麼這樣的一個組裝 包括零組件的生產 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就是 你就不用做了 不是啊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也因應 你中共那邊傾銷而來的 所以第二個問題 化整圍林在台灣組裝的車 這些我們要設限不是嗎 第二個部分委員講的是說 如果從中國進來的零組件到國內 會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困擾 甚至 已經造成了 有委員的 事實上我們有跟車輛公會有做過討論 有去研究 那這個部分目前為止我們其實 密切在觀察 但是目前還不是問題 那中國進來 上百億了你認為不是問題 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那因為業界它自己更在乎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它自己怎麼會在乎呢 它隨便只進一款 就賣一萬多兩 就上百億 現在的 現在如果整車進口的 它可能是從 譬如說從泰國 生產整車進口到國內 我跟你說的不是整車 中共化整圍林 有這個我們有在注意 把他們的汽車組件 進到我們台灣 在台灣組裝 所以部長 沒有沒有 特別在要求 另外要對國產車的定義 要定義得更清楚 你現在的定義很簡單 模糊 就是說只要在台灣組裝就可以 就叫國產車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跟個別的廠商 跟他談說 他應該要更多的研發 來國產車的零組件 而確實 因為這個報導之後 我們其實有密切 在跟產業做溝通 那個你把具體你們有做的作為 你用個書碼給我好不好 好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再弄這麼多時間 好 謝謝 來 王世堅委員 敬禮